來看了其他的消息 說有八成以上的ADS網路用後 這個通話電信 說通過了NCC的效果 將要免費將近200萬的 用後的網路來進行成績 而這個成績是沒有要收錢的 處理網路速度是256K 一買二買ADS的用後要特別注意 不管你當時通話電信那樣的客戶 只要是使用ADS的路 可以享受團署的速度加倍 256K 升級為512K 一買可以升級為二買 二買升級為三買 價值不便宜 電路費的費用也是一樣 以及在全國600萬 加上100萬的用後裡面 有200萬的用後可以收費 計劃是在8月初就可以開始作業 然後90%的客戶會在8月底以前完成 我們是在我們的機房端 然後用電腦來做這樣 所以很快 電腦電信表示未來保陣最多 盡量的速度為256K 提升為512K 這也代表台灣網路的賓款 全民提升 國家通信團部委員會的標誌 希望電腦電信是一個插頭的作用 我們評估過大概也會帶動其他 不管是二類還是其他雇王業者 他的ISP的用戶也要伸出不加價 ADS的路的部分 可行可以速度加倍的價值不足 消費者感受到真正感受到電腦電信標誌 升級之後的上級速度一定會比完來的客觀 可是沒辦法保陣速度一定可以完全加倍 記者 單純跟市客王 台北報道